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占地接近4000平方米的建筑 却没有获得天主教会的承认 没有资金 没有设计师 没有建筑许可 几乎所有的工作 都有一个叫 从建造大教堂和城堡的书籍中积取知识 缺少资金 在编买土产 能获取建造资金 所有大教堂的建材 大多来自回收的建筑材料 以及附近建筑公司和砖厂 丢起了边角料 它使用秀的契约 作为工具 来制作教堂的援助 只有一些志愿者和社会捐赠的帮助 但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它亲自完成的 目前教堂已有35名 教堂的参观是免费的 当大叔踏入此处时 其中的震撼更深 其他也另外一座 未有可通的圣家图教 而后者拥有前途 难以企及的自然 这座典型的巴西利卡世界 源自罗马时代 是天主教中最古老的 种座圣殿样式 虽然教堂中辩护建筑垃圾 裸露的砖墙显得吐槽不堪 它无法和这个世界上 很多精美的教堂相提评论 但是哪有如何 这种源自夫妻的信仰的理念 凭一己之力 去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 已是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的无法奇迹的景点 它的这件艺术品 吸引了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奇者 2006年 柳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专门举办了 关于这座大教堂的摄影 我在教堂的主殿角落 看到了教育身处男衣 在红帽的老人 虽年纪95岁 但是依旧勾搂着身体 在盲目着 本想上前去和他聊几天 但刚转眼 他就回到了偏殿 和居住的房间里 在教堂的地下室 我还看到一处 已经挖好的墓穴 这个墓穴属于乎斯托自己 有人将这位老人比作高低 而这位老人却说 他不喜欢 也看不懂高低的东西 他只处上最传统的罗马式教堂 没有人知道 这件未完工的艺术品 为何去何从 因为多年来 乌斯托的建造 没有录下任何建筑的专业数据 加上建筑材料均来自回收 所以无法评估建筑的寿命 所以很难找到 愿意为此签字担保的建筑师 而担保这座大教堂 作为公共建筑的安全性 也许 乌斯托此生 或许无法看见大教堂的观众 大教堂的建造 甚至可能会随着老人的逝去而终止 未来会何去何去 大叔在离开时 只是默默地在决策下 我强烈演讲 最后 我想引用Gusto回答记者的话 来做一节语 当记者问起 这里未来会不合适 他说 老实说 我不知道 把它留给天使 这里的建造需要更多的自己 但是我也不在乎 不会事与此处 我只希望他们把我造的 有人能行为 来到了 这些人 对 这是 或是 好